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第六讲常用资孙子营方法 我是陆坚 资孙子营在我们程序化交易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没有资孙子营那就不成其为一个系统 所谓我们的交易系统 交易系统是由开仓、平仓、资金管理、头寸调整来组成 那你如果说这个资孙子营没有设置的话 那你这就不叫一个系统 那么这也是来衡量一个成熟的交易者 与一个初学者的一个或者散户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 我们碰到很多散户 通常他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可以买了 对吧 什么时候可以开多 什么时候可以开空 我该买罗门钢还是该买胶碳 对吧 等等 对于止损 在什么位置止损 在什么位置止盈 往往心中无数 那么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对于止损止盈也是非常随意 带有非常强烈的主观的色彩 所以说我今天会在这里介绍一些常用的 止损止盈的方法来告诉大家 那么大家在设计的时候 设计你的交易系统的时候 可以来选择使用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 符合自己风格的止盈止损方法 那么设计的原则是什么呢 对我来讲我总结了四点 第一就是盈利要大于亏损 这是显而易见的 这儿讲的盈利大于亏损 不是单比盈利大于亏损 我们讲的是总体的系统的盈利要大于亏损 就当你设置了止损止盈位 合理的设置了止损止盈位的话 你的系统的盈利肯定要大于亏损 那第二呢 就是适当的胜率与盈亏比 前面我们有讲到过 胜率与盈亏比 它是必须拿在一起讨论 单独拿出来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胜率再高也不见得是一个好系统 对吧 那么盈止损位和止盈位的设计 直接影响到胜率与盈亏比 它的数值 比如说 我一个设计的很窄的止损位 直接会拉低你的胜率 对不对 大家设想一下 我开仓了以后 假设我的止损位很窄 只要价格稍稍一个波动 我的止损就会被拼掉 对吧 那么即使以后行情发展 又跟你原先的止损方向一致 你原先的止损可以变成 一次很大的盈利 但是你的仓位已经没有了 所以行情哪怕再有力 哪怕幅度再大 跟你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说过载的止损 就会导致你胜率降低 对吧 同时很宽的止损 可以让你胜率上升 对吧 所以说止盈止损 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胜率与盈亏比 那么至于说 该怎么选 选多大的止损 多大的止盈 那就没有一定的定论 需要各位根据自己的系统 来做适当的调整和设计 那么第三 单笔损失不宜过大 如果说我们的止损位设计的很宽 那有可能单笔损失 就会给账户的资金 带来比较大的损失 如果运气不好 又几笔 同时止损 那这个后果就更加的严重 对整个账户的资金影响很大 我们都知道10%的亏损 你就需要11%的盈利 才能回到资金的原点 如果说有了50%的亏损 那你要回到资金原点 那需要有100%的盈利 所以说单笔损失 我们不能让它过大 第四呢 这个止损幅度呢 心理上还要能够承受 每个交易者他都有不同的承受能力 有的能承受10% 有的能承受30% 也有的能承受45% 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个也跟他这个资金的来源 跟他账户的性质有关系 所以说当你在设计这个系统的时候 你设计的止损幅度 必须让交易者在内心上 他能够接受 要不然非常容易导致的一个现象就是 当止损位过大的时候 很容易导致交易者心理上不能承受 他就手动干预 他就会把这个策略给停掉了 或者说呢 他主动去把它平仓了 或者等等等等 就是违背了我们程序化交易的一些初衷 那么这四点我认为是 我们止损止盈为设计的原则 那接下来我来一点一点讲一讲 有哪些具体的方法 止损止盈的方法 第一个呢 是用入室理念止盈止损 这是最容易理解的 就是你是用什么理念来入室的 就用这个理念来做平仓 就很简单 比如说在我这张图上 大家可以看到 是有两条均线 蓝色的是快速均线 黄色的是慢速均线 对吧 如果我们入室的理念 就是快速均线下穿慢速均线 对吧 那我就开空 当快速均线上穿慢速均线的时候 我就把空单平掉 对吧 在这个地方我就把空单平掉 我就重新开多 对吧 这个地方 对 这个地方 这个点是快速均线下穿慢速均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开空 然后在这里回上去 快速均线又上穿了慢速均线 这个时候我们把空单平掉 然后又开多 结果呢 刚开多又发现又又不对了 然后马上就止损 又开了空单 空单一直拿到这个地方 快速均线又上穿了慢速均线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把空单又平掉 又改成开多 就是说我的入室理念 跟我的自尊指引是同步的 也有的叫做把它叫做指标法 就是我用什么指标来开仓 开仓 我就用什么指标来 平仓 对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入室理念 自尊指引 这个很容易理解 那么第二个 叫做固定金额法 就是说我们把每笔交易的止损 把它设置为一个资金账户的百分比 比如说百分之二 这个百分比可以个人有不同的选择 但是在业界 基本上公认的是一个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一个比例 那你可以自己选择 或者我愿意百分之五 对吧 或者我只愿意百分之一 都是可以的 假设我们这里设置为百分之二 那么就是我每一次止损 我让它的最大止损不超过我总的资金的百分之二 假设我这是一个十万的账户的话 百分之二就是两千 对吧 那这当中呢 它又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方法 一种方法叫固定手术 就是我每一次开仓的手术是固定的 然后根据已知的这些条件 开仓手术 开仓仓位 对吧 然后呢 我允许的最大损失 这些已知的条件 我来算出它的止损位 应该在哪一个点 对吧 这叫固定手术 那我这里有个例子 对吧 十万元的账户 允许最大亏损百分之二 那么就是两千允许 对吧 单比最大亏损 两千 那么假设我每次都开一手 罗门钢 那么开多的仓位呢 在四千一百点 对吧 那么 因为我的最大止损 我设的是两千 那么每一个点呢 是十块钱 罗门钢来讲 每一个点一手是十块钱 那么我最大的止损 就是两百点 那我的止损位呢 就设置在三千九百点 对不对 因为现在的价格是4100 那我就把止损位 放在3900 那这就是我的止损 万一行情发展的对我不利 那么就当它跌到3900的时候 这个系统就会把它拼仓 那么我的损失就是两千 这一手我就是两千 对吧 那么这两千 站在我的十万元资金的 这个比例呢 就是百分之二 就是我每次单比交易 不让它超过百分之二 这就是我的止损位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呢 叫做浮动手术法 浮动手术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确定了我的百分之二 这个比例以后呢 那我就在图上 我找出我想把止损位 止损位设置在什么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 可以是一个压力位 也可以是一个支撑位 对吧 或者说我 我就看着比较顺眼的这个位置 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判断 那通常我们是指的压力位 或者支撑位 或者是一个整数的一个关键点位 通常是这么找 找到了这个点位以后呢 反推回去来算出 我可以开仓几手 那么这个例子也是这样 就是假设我有一个十万 十万元的账户 允许最大亏损百分之二 那么就是两千 对吧 然后呢 我也是在四千一百点的这个 这个这个价位呢 开多 是一零零开多 然后呢 我分析了走势以后呢 我知道说 我要在四千点位的时候啊 我要止损 如果跌破四千 跌到四千 我就要止损 对不对 那么四一零零到四千的地方呢 有一百点 有一百点的距离 就是这一百点 是我止损的一个幅度 那么这一百点价值多少呢 一百点就价值一千块钱 如果我开一手的话 那么从四一零零跌到四零零零 那我的损失就是一千 然后呢 这个账户允许我单比亏损呢 是两千 那么反推回去 我就是可以开仓两手 对不对 我开仓了两手 万一 四一零零零开仓以后 跌到我的止损位 那我止损了以后呢 我的损失就是两千 那还是在我的这个允许最大亏损 百分之二的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就是可以 一个是固定手术 一个是浮动手术 那我在做这个策略开发当中 我也都用的 后面的课程当中有一节课就是讲那个案例分析的时候 我有一个策略也就就是这么用的 我用的是浮动手术 OK 那这个就是在TP当中浮动手术怎么来写 怎么样把浮动手术写进去的这个一个方法 那我就不详细讲了时间挺紧张 那么第三个就是固定盈亏比法 那么固定盈亏比法 固定英文我先来介绍一个叫 一二的概念 二在英文当中就等于risk 就是风险相当于风险 所谓一二就是我们的止损幅度 我们把我们的止损幅度呢 就称为一二 对吧 那么就看右边这张图 那么就是这条线是我的开张 开张点位 开张线 对吧 这个点位开张 然后呢 我止损位在这 那么这个幅度就叫做一二 那么我的止盈位在这 那这个就是我的止盈幅度 对不对 那这个止盈幅度 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二的N倍 这个N不一定是一个整数 可以是一个小数 对吧 是N倍 那么这一段除以这一段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盈亏比 对不对 这一段是我们的盈利 这一段是我们的亏准 这就是我们的这一段 除以这一段就是盈亏比 那么是我们这个方法呢 就是先确定这个N的倍数 我到底是要N的倍数 再来确定止损止盈位 对吧 也就是说 简单的讲 我在这个位置开张 然后呢 我把这个止损位我确定好了 然后呢 我这个止盈位 怎么来确定我的止盈呢 止盈就是简单的 用这个N来除以这个止损的幅度 就是我的止盈位 假设我要求我的盈亏比 必须达到5才能平仓 那好了 那我这里开张以后 我这个止损位确定以后 有了这个12的数值 那我这个12乘上5 就是我的止盈位的幅度 那我就开张价格 加上5乘上12 就是这条线 那我就定出了我的止盈位 对不对 这就是盈亏比法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我有了止盈位 我来定止损位 假设我开张点 我是知道我在那开张 然后我说我这笔交易的话 我不到这条线 我不平仓 到了这条线 我才是平仓 这是我的止盈位 比如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压力位 对吧 好 那我这一段的幅度 我就知道 知道了这个幅度 我然后呢 我也知道我这个5倍 N倍 我的盈亏比要求是5 对吧 N等于5 好 那么我就这一段的幅度 我除以5 那我就能算出我的止损位 设置在什么地方 对吧 所以说 在这个当中 我们就知道两个条件 我们来算第三个位置 哪两个条件呢 我可以说知道开张位 知道我的止损位 知道了我的盈亏比 对吧 有了这三个数字 我就可以算出我的止盈位 反过来一样的 我知道了止盈位的位置 我知道了开张位的位置 我知道了我想要的盈亏比 你的倍数 这三个数字 我也可以算出我的止损位 对不对 所以这就叫固定盈亏比法 好 那么 我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是我其中的一个策略 就是用了这种方法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开张 他就是突破前高 开张 开张以后呢 他会在这定出 这条率线就是他的止损位 那止损位是怎么出来的呢 止损位是前一天的最低价 就是我的止损位 就是说一旦我开张以后 行情走势跌破了前一天的最低价 那我就止损 好 那么在这个图上 就是这条率线的位置 那么 这个止损位定好了以后 我的开张价知道的 以后 我来定我的止盈位 我的止盈位是我的盈亏比等于5 这个策略上好像不是5 这个策略上大概是4还是4.5 忘记 4 假设我们是4 那么就是说 我的这段的距离乘上4 就是我止盈的位置 那么一算 就是这条蓝线的位置 那么我在开张的时候 实际上我的止盈位置 我已经算好了 而且我已经按照这个 在图上已经把它画出来 你看到后面 一旦这个行情发展 发展发展 碰到这条止盈线 它就止盈了 对吧 这个就是刚才的固定止盈亏比法的具体应用 好 那接下来下一个 我们讲 第四个是最大浮亏止损法 最大浮亏止盈法 其实简单的讲 就是说 在历史回程当中 我们去找到那个最大的浮亏 所有用力交易当中的最大浮亏 对吧 然后用这个最大浮亏的某个百分比 作为止盈位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想找找说 在历史上看来 就是说 每次我浮亏多少以后 还有可能再把这个浮亏的变成了 实际的盈利 的交易 对不对 就前面虽然是亏亏亏亏亏 但是呢 我忍着 我坚持不止损 我坚持到最后 它能不能变成一个盈利的 那我找出这些交易 然后看看哪一次它的浮亏是最大 也就是说 开仓以后 它背离的方向走得最远 但是呢 后来它又被拉回来了 又变成盈利了 对吧 我用这个最大的浮亏的某个百分比 作为止损位 那这个百分比你可以是百分之一百 也可以是百分之一百二十 当然也可以百分之七十八十 这个自己来决定 这个就叫最大浮亏了 那么 作为这个方法的一个改进 那么就是说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 我不是找到某一个最大的浮亏 而是找到最大的若干个浮亏 对吧 就是我把从浮亏从大到小往下排 排比如说二十个或者十个 这若干个 然后呢 对这十个二十个数字呢 我们做做均值和标准差的计算 算出它的均值和标准差 然后在均值的上面加上两倍的标准差 来作为止损位 那么这个呢 在数学统计上呢 它是有一定的含义的 只要它这个是满足正态分布 或者是满足相似于正态分布的话 那它这个统计上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那具体的这个数学上面东西就不讲了 那就是说大家记住就行 就是我可以找出若干个最大浮亏 把它排列以后 算出它的均值和标准差 对吧 然后呢 在均值上面加上两倍的标准差 来作为止损位 这个两倍也不一定 非得是两倍 你可以用一倍一点五倍 都是可以的 总而言之就是在均值上 加上一定的标准差来作为止损位 这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的 那么再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个叫波动止损法 好 波动止损法它的实际含义就是说 把止损定在近期行情的噪音之上 好 我们都知道行情的走势上大量的是噪音 对吧 如果一个行情走势没有噪音的话 那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是做交易都能赚钱 对吧 正因为它存在了大量的噪音 使得我们没办法分辨什么是趋势 什么是噪音 也很容易在噪音当中就被就就就就被吓得给平仓了 被止损了 来到最后 去掉噪音发现 实际上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趋势 所以说因为这些噪音存在 使得我们做交易的难度大大增加了 那么怎么样止损呢 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噪音之上 不要受噪音的干扰 对不对 那这个噪音 行情噪音来怎么定呢 那么一般的说法就是用它的波动率来参照 作为它的噪音 那么就什么叫ATR呢 我们这里就用了ATR ATR实际上它的含义就叫真实波动幅度 对吧 这个如果说不是很清楚的听众可以去查一下资料 ATR是真平均真实波动幅度 那么简单的讲 简单的讲 就是说按如果说我们按照日线来讲的话 就是每天的波动幅度 你把前面十天的波动幅度 做一个平均 那这就是叫ATR 那我们在这里使用使用的话 把它作为噪音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找十个周期的ATR 然后前面十个周期的ATR 或者二十个周期的ATR 然后给它乘上一个系数 这个系数一般来说选择是2.5到3.5 那我通常我是用三 通常我是用三 那么也就是说三乘上十个周期的ATR 这就是我把它看作是行情的噪音 那么我把止损位呢 我就是把它设在这个噪音大于这个噪音 一旦 它这个行情波动超过这个幅度 我认为这个已经不是噪音干扰了 这个已经是一种趋势了 那我就该止损就止损了 好 这叫波动止损法 那么在第六个呢 是跟踪止音止损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我在实际试盘当中 也是经常用到的 那么就是说 我们看右边这个图 这是我们的黑线 是我们的开仓线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出示止损线 就在这儿开仓 在这儿止损 那随着价格如果说靠拢 往止损线靠拢的时候呢 我这个止损位是不改变的 那么一旦这个价位呢 再往上走了 好 那我止损线随着这个价格呢 往上走而一起上升 同步上升 对吧 到了这里 你看价格又往下了 结果呢 这个止损线呢 也就不变 对吧 当这个止损线超过你的开仓价位的时候 这条止损线就变成了止盈线 就一直跟着上跟着上 好 到了某一天 这个价格又下来 他不幸的就碰到了这个 原来的止损线 现在的止盈线 好 那我们就止损 这个就叫跟踪 就是这条止损线 一直跟着你的价位 往上走 到最后 有可能变成止盈线 不管是止损还是止盈 只要价格回落下来 碰到这条线 那我们就把它平仓 这时候 有可能是止损 也可能是止盈 总而言之 这个就是 要跟着价格走 叫跟踪止盈止损法 对吧 那么还有一种改进的 改进的跟踪止损止盈 就是说 它是这条线 止损止盈线 跟着往上走的时候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与价格之间的距离 越拉越近 而不是像我们前面说的 固定比例 你看这条止损线 和上面这个价位 它 价格的走势 它是永远保持一定的距离 对不对 这是一个等距离的 它没有收紧 但是另外一种 它是跟着这条线往上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会越收越紧 越收越紧 到这个地方 可能会在这个位置 对吧 那么当你的价格往下走的时候 碰到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就止盈了 所以它会比固定比例的 利润回吐的更少 它可能在这个地方就止盈了 对吧 利润回吐的更少 但是相比它的弱势是什么 那有可能就是说 提早止盈 对吧 本来后面还有一波趋势的 只是但是 你早早的稍稍回落了 没多少 它就被止盈掉了 那后面的这个趋势 它就没赚到 这个就是它的弱势 所以各有优缺点 然后在跟踪止盈 止盈法当中 它还有一个便利 是什么 就是说 当我们价格 前面都一样 前面都跟前面 一张PPT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图 那么在后面 就是它回落的时候 它并不要求碰到这条止盈线 它才平仓 而是说 从最高点下落一个百分比 它就平仓了 或者说下落一个某一个点位 点数 一个幅度 比如说下落了20个点 它就平仓了 或者下落了1% 它平仓了 下落了2%平仓 等等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变种 它不要求碰到这个止盈线 才平仓 而是说从最高点下落某一个幅度 它就平仓 这是跟踪止盈 止盈法 这当中呢 我们都 后面也都会讲到 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止盈止盈法 但是呢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陷阱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时间不多 我们就不讲了 等到下一次课当中 我们会会详细来讲解它当中的 这个跟踪止盈止盈法的陷阱在什么地方 好 第七个呢 是时间止盈止盈法 那么这个很简单 就是经过如果若干周期 它没有平仓信号出现 那么就主动平仓了 好 那这个这个是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所有的持盈 我就是三天 到了三天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不管是赚了也好 赔了也好 只要到了三天 我就平仓 这是也是一种 甚至不一定第三天 有的说是做短线的 他说我只要到了收盘的时候 当天收盘的时候 不管是赢了还是亏了 我就失损了 我就平仓了 对不对 那么像这种呢 就叫时间止盈止损 好 第四种 第八种呢 我们讲叫做分批止盈止损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也是 我在策略当中经常会用到的 就是分批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这里以止盈为举例 止损是一样的道理 止盈为举例 就是说 我在这开张 这个行情呢 有利于我的持商 就一直往上发展 那么我到底到什么时候来平仓 什么时候来止盈呢 我止在这儿 我怕太早 对不对 止在这儿 我也怕太早 那止在这儿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太早 但是呢 到这儿呢 我又觉得损失太多 总而言之就是说 很拿不定主意 就是止盈早了呢 怕损失 止盈晚了呢 怕利润都回吐 对不对 所以说总是换都换是 那么好了 为了解决 这个 又想抓后面的利润 又不想利润回吐太多 为了解决这种心理呢 我就设计就是分批 止盈 当行情发展到这个点位 的时候呢 我先止盈三分之一 这里我开张八手 那我先止盈了两手 然后呢 再继续发展 继续发展到这个位置呢 我又止盈了三手 那么到这个为止 我已经把五手的利润给兑现掉 然后他继续发展 继续发展 这时候心中稍稍有点懊悔 哎呀 我前面的这些盈利都没有赚到 结果呢 他下来了 下来 然后下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看到 哎呀 这个趋势已经完全改变了 当然不是我看到 我说的是程序 我们都是设计在程序里面 就是程序 他策略 策略 他看到 哎 这个趋势已经改变了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策略呢 就把所有仓位全部平掉 自此为止 就是八手的仓位 分了三次 把它全部平掉 这就是分批 止损之音 那么我们止损也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到某一个价位 我们先止损一部分 再到另外一个价位 再止损一部分 逐步逐步的发展止损 或者逐步逐步的止音 这就是我们讲的分批 止损之音 那么这八种方法介绍完了呢 下面就是我们说 在止损之音当中 常见的问题 就我们在做策略设计也好 在石盘交易当中 都会出现的一些常见问题 第一呢 就是止损之音使用过去的价格 这个非常好理解 就是说在策略 我们在写的时候 在回撤的时候 往往都会 一不小心就用到了过去的价格 对不对 比如说我说价格 低于多少多少的时候 我就用把它平仓 用什么平呢 我就用开仓的价格 当跟坑线开仓的价格 把它平掉 那这个显然就是用到了过去的价格 因为当你价格最低价 超过某一个数字 跌破某一个数字的时候 你要去平仗 你已经不可能用 当跟K线的开盘价 去平仗 因为开盘价 肯定比你的最低价 对不对 最低价又高一些 那么第二呢 就是止损之音使用未来函数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问题 那未来函数这一章呢 我们会在下一堂课 来详细的讲解 什么是未来函数 那么第三呢 是回落止音是幅度过小 这就是指的就是刚才讲的 跟踪止音止损法 那么在跟踪止损止音法当中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止音 但这个幅度呢 我们又设计的过小 那就会有问题 因为很容易在前面某一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 可能就已经把你给止音止掉了 对不对 那你后面这段例子就没有钻到 所以这个回落 从最高点回落这个幅度 要设计的合理 不能过小 第四呢 忽略K线内价格走势 导致回车于是反无常 这个也是 我们设计程序化交易的时候的 一个常见的错误 因为我们在做回车也好 在设计也好 往往看到的 它都是已经K线走完的 我们取的最低价 往往它是已经存在的最低价 对不对 已经存在的最低价 但是呢 在一个K线内部呢 它这个价格怎么变化呢 我们实际上是不知道的 是看不到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跟K线里面 它的一些走法是比较 比较不常规的话 那可能导致你的回车结果 就是有误差的 对吧 那么这个在后面的未来 还是这一节会详细讲到 是什么样的走势 会导致你这个回车于 石盘的误差 对吧 第五就是支损幅度小于市场噪音 这很显而易见 我们的支损价位 应该设置在市场的噪音之上 如果小于了这个市场噪音 那很容易受市场噪音的影响 就被打掉了 支损很容易就被打掉了 这个实际上是 打掉支损打掉次数的越多 那对我们的损失也就越大 对吧 明明可以成为盈利的交易 因为你的支损幅度过小 而过早的提前来被拼偿了 这个损失也很可惜 那第六呢 就是阻光干预 就是在程序化交易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的止损价位 或者止盈价位设置的不合理 对吧 那么导致了我们很容易就是说 去阻光干预 实在忍不住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一比我亏损了很大 哎呀这个程序呢 这个都一直没有去止损 那么我看着这个损失越来越大 心里越来越焦灼 越来越焦虑 到最后实在忍不住了 就把它就去停掉了 或者我就手工把它平仓了 那么这种主观交易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盈利产生了盈利以后 就怕这个盈利被回调 被回吐出去 那么就早早的就把这个 仓位给平掉了 锁住利润 对不对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主观干预 也是我们在止损止盈当中会 非常常见的问题 好 那我就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讲了 八种的止盈止损方法 指标法 也就是说我们的入市 入市理念 止损止盈法 第二固定金额法 第三固定盈亏比法 第四最大浮亏止损法 第五波动止损法 第六跟踪止盈止损止盈 跟踪止盈止损法 第七时间止损止盈法 对吧 第八分批止盈止损法 好 我们讲了分别讲了这八种 然后后面我们还总结了一下 在止盈止损中会 常常会碰到的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